神像诡异 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清清 独家出品 以前六百二十六集 把电话挂了 张帆简单思考了一会儿 当即做出了决定 走 马上出发 去古莱村 寻思这样的情况 只有赶紧找到云树大师 他们才可以获悉大风庙里面 那两个精怪的底细 解开他们心中的一团 解开了一团 他才有可能 能知晓要从什么角度 去探查有关于他父母的消息 他在这里干坐着等 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听到张帆的决定 放眼一愣 而后便是满脸笑意 先生 我随你一起 我知道这次过去十分的危险 你怕连累我 所以不带我去 但是多我一个人 就多一个帮手 我老婆也说了 我不能听您的 有危险的事情 一定要陪您一起扛 张帆听了 却是微微一笑 摆了摆手 我不带你去 不是怕连累你 咱们的主要战场 是在拉萨市 这边监狱里面 还压着重要的人 我让你留下 是为了防止这边 一旦出了什么事情 咱们赶不回来 所以必须有一个人 留守在这里 张帆说的 便是他心中的想法 但是 却并不是全部 他最主要的 还是不想让方言 陪他一起冒险 如今云书大师 究竟是什么情况 谁也说不清楚 也不知道 这云书大师 是死是活 更不知 云书大师的对手是谁 一切都是未知的 越是未知 就越是危险 如果云书大师身上的伤 真的是之前 想从他们手里面 索取沐渝的中年男子 和背头男子造成的 背头男子实力很强 即便张帆和方言在一起 他们依旧不是 背头男子的对手 所以 方言没有去的必要 方言和张帆一起过去 真的和背头男子 狭路相逢 无非也是徒增 伤残指标罢了 先生 您说的也有道理 这边的确是 应该留一个人 但是 您完全可以让 公安局的王妃 帮咱们盯着这边的情况 没必要让我留下 他不是悬门中人 有些状况 我怕他察觉不了 而且如果我自己去 也便于隐藏 好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先生 这 没什么这的那的 我马上出发 如果发生了什么 立刻打电话给我 张帆说完这话 在方言的目光里 离开了房间 张帆出了酒店以后 打了一辆黑车 付了五千块钱的高价 黑车载着张帆直奔古莱村 晚上十点出发 第二天下午六点 已经到达古莱村了 一路上 张帆给村长 打过多个电话 鲍鱼停歇后 村长又带领村民出去寻找 但是 依旧没有任何的线索 张帆到了村子 并没有去村长家里 两人在路上 已经联系的够多了 完全没有必要 再去村长家了 他思考了一番 直接去了凤鸣山 凤鸣山是一个相对于别的野山来讲 比较特殊的地方 并且 距离村子还比较近 袁书大师如果经紧是受伤 也是有可能去往凤鸣山的 如今张帆没有任何的线索 所以 他也只能是碰碰远见了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 张帆到了凤鸣山里 然后 直接从凤鸣窟进入 到了小穿山甲的洞穴位置 轻轻地 在洞口敲了三下 张帆刚刚把手给收回来 便看到 一股妖气 从洞口位置喷涌出来 紧跟着 便看到了小穿山甲 那小小的身躯 出现在了张帆的面前 大师 您怎么来了 啊 有些事情 想问问你们 张帆应了一声 继续要说 这里除了你和大穿山甲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人类啊 没有了 那从我们离开以后 有没有别的人类过来啊 有 你们走了之后 来的两个中年男子 一个穿着糖装 一个梳着背头 他们进洞以后 发现到我洞口有妖气 就把我从洞里面逼了出来 然后在我的面前 作为作福的询问情况 他们过来是找你 和你那位朋友的 而且看那副样子 似乎来者不善 不过我并没有跟他们说 他们不信我 就动手要威胁我 这时候 我的叔叔 以强大念力 把那两个人 给逼推了术步 但是我叔叔 并没有就此停手 他想给他们两个人 一个教训 他一机汉爪 这些拍在了那个 穿糖装的男子胸口 那男子 就被拍成了重伤了 然后他们两个就落花而逃了 我叔叔也没有再追他们 张帆听了点点头 那名穿糖装的男子 便是之前谈过话的中年男子 张帆听后有些遗憾 这一记汉爪拍在了中年男子身上 而没有拍在背头男子的身上 如果 穿山甲把背头男子打成重伤 他所表现出的实力 必定会打打折扣的 由于张帆和他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他的实力是有见到张帆之下的可能性的 那中年男子实力 本就在张帆之下 张帆凭借一己之力 是有可能 把重伤的背头男子 和中年男子战胜的 除了他们两个之外 我还见到过一个女和尚 哦不对 应该是一个尼姑 听到小川山甲这话 张帆瞳孔一缩 急忙询问 在哪见的 昨天晚上天刚刚擦黑 我即将要进到凤鸣窟里面的时候 我看到远处的高山上 隐隐地出现了一个人影 我看他亮亮腔腔地 向我这边走过来 直到我们两个相距三十米的时候 我才看清了他的模样 这个女人长得一般 用你们世俗的眼光来说 应该有些丑 他替着光头 身上穿着破烂不堪的僧衣 腹部位置 沾满了血迹 而且面容苍白 那虚弱程度 好像随时都有可能 架可吸油一样 小川山甲一边摇头晃脑 一边有些唏嘘地说道 他那副虚弱状态 需要立即修炼疗伤 如果不疗伤的话 很可能真的会死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